自立方向西村好地路有部分路段只有一台車可以通行 相過的路面及上國式北極和當院停停造新塑垢 當地基民透過議員小智傳申請 管長林明前是會當立委可修化進行會堪 因為確實有需要改善 為了要破壞環境並改善用地處理的問題 決定採用懸臂式一樣 加大路看方向車更加安全 管長林明前在議員小智傳斷養下 會當立委可修化 共同來到水利鄉新塑垢好地路 會貪圖路有各種問題 現場可以看到沒辦法貨車的狀況 加上用地處理要不改善 管長林明前是馬上知識 改善全必試鑑垢來整個各種 這條是算是三個 頭對水利川去都是鋼這條 就像在山頂那些都水利川 不改善嘛 雖然說都沒有努力 不會計算 今天來看看 感覺沒有肚子也可以 難道我們決定會去肚子 因為這個鞜斃的 重頭像要做一貫、六比貫 藉人競壘地形、地貌 縣長在跟高文公司建立說我們要衝閒壁室的 閒壁室的鑽免去那裡破壞路、破壞地形 我們直接用鋼骨拖出去,給它拖寬差不多兩米 我曾經晚上在這裡開車的時候 因為路很小,到旁邊這裡也造成破壞 可以說長期以來非常危險 這120米的道路雖然是短短的 但是我們這個坡度比較高 尤其那個廢車也沒有空間 所以我們的道路只要加寬 在我們的基礎建設可以做好 是解決了我們這裡等級以來 在使用這條道路的一個問題 關在裡面很講到 雖然它的人機是中在二地改變 但關於建設的腳步也停止 這宿舊在機關小技轉的上前下 有四個道路透過案件 都將在境地來發佈時間 另外還有我們新城村跟城中村 這個頭五十四的路面也是強能的破損 這個也是水里對外還有新城 城中中央這邊很多村民出入的一個路口 現場也同意要來做一個總共獎金 我們要一百七十幾萬 水里鄉的興隆因兴船的管道 已經有很多路段 用人工師修來損害 這次在村長以及地方民意代表 協助申請下 對此已經簽證 管理人面前 近特效上官單位 儘速來發佈時間 提供民眾安全好景的路 記者今天算差不多 有四個道路 雖然然也沒有 有四個道路 是不可救的 風刊